好 核四安全吗 现在就有专家提爆了 就在阻挡辐射的足体墙上面 居然埋了一个宝特瓶 里头居然是装着工人的尿液 宝特瓶随手一塞 埋在水泥墙里 镜头再往下 溢出的液体早已经风干成黄字 这俗称尿尿宝特瓶 就出现在核四一号机 为足体墙上 都没有盖厕所 所以很多工人就在水底小便 后来他们要求工人要在宝特瓶 宝特瓶既然成了阻挡辐射 最后一道围墙 恐怖的施工品质 惊人的内部影片一一曝光 工人忙着重新装填核废料 徒手施工没防护 暴露在辐射线中 用的还是家用扫把 粉化的水泥随着一阵一阵的风 四处飘散污染 再看看这张照片 两个工人低头拿着卷尺测量 其实是在安装核电机组中 重要的压力容器 但精密的测量仪器到哪里去了呢 核四施工看起来就像在 你家我家做室内装潢 监察院已经有七个纠正在按 直指它设计变更 并且施工品质 严重瑕疵的问题 预估的预算就是两块钱 那现在预算增加一倍 那每度电的成本 大概就三块四块去了 那如果还要再更安全 可能就五块六块去了 台湾要做一个很贵的 又不安全的核电厂吗 网络最近也疯传 日本核电厂工人处理燃烙棒时 意外落入辐射池中 全身皮肤惨遭腐蚀的惊悚照片 和四处爆工程一一扶上台面 仿佛拿人民生命开玩笑 三立新闻林副黄世霆 台北报道 好 波台电现在就说核四不能停 因为如果停建的话 全民要负担赔偿一百亿元的违约金 但算一算的每个人算下来 要付四百三十五块钱 但是我们来看看 如果继续建 再加上追加预算的话 还有之前投入的金额 就高达了三千亿元 算一算每个人要付的更多 而且更不用提 万一发生核灾该怎么办 损失高达了三兆元 更危险的还不是在金钱部分 而是人命贯天 2688亿 这是直接的损失 我想就是说我们已经投 这个叫做程度成本 就是说我们已经投资下去了 已经投资下去的核四 台电说不能停 因为得面临一百亿元的巨额违约金 再加上之前撒的钱 每人得扛十五万 那这个数据当挡箭牌 专家不以为意 你叙集完之后 你怎么把这些所谓核废料 正式处理呢 德国已经开始进行处理了 事实上答案很简单 整个金额是增加两倍 亭建还是续建 将交由公投决定 但台电却现已惊人数字 恐吓全民 以目前核四三种可能来看 如果是台电说的 亭建赔偿金额一百亿 全台两千三百万人 每人负担四百三十五元 但如果是续建 要追加四百六十二亿 再加上过去已经花的 两千八百三十八亿 每个人要负担一万四千多元 比停建还要多出三十倍 更不要提如果发生核灾 损失至少三兆 每人要负担的逼近十三万 简直高得吓人 日本三一核灾的惨状 还余计犹存 核四续建争议 民众反弹到底 国民党太会花钱了 照他们这样的花下去 可能会继续再四百多亿 我觉得不要建比较好了 核四要不要建 台电提出赔偿金为理由 但全民负担 还有安全问题 才是国人最关心的考量 三宣虎高速听三台报道 三宣虎高速听三宣虎高速听三室